在大厦里面发现了一个已有30年历史的一个老古井呢 这个古井特别大特别深 刚刚表弟用石头测试了水深了 好像还有好几米深 于是我们回家台上抽水机准备把这个古井里面的水抽干 刚刚经过村口过来的时候打探了一番了 这个古井是王大爷30年前建造的 大爷给我讲30年前他在这个古井里面投了很多条重三四斤 长一两米的那个大土连鱼 这些大土连鱼在足够的条件 传说可以长到门板那么大好几百斤重 刚刚那个老奶奶他路过这里的时候 他说他经常路过这里去山上砍柴 他砍柴的时候发现这个古井里面都会时不时的浮到水面上呼吸空气 就是那个大土连鱼 这些大土连鱼现在已经长到了一两百斤重 浮到水面上可把那个大麻吓坏了 于是今天我们过来准备抽水药 这里面已经杂草重生了 清花力量的水里面的大货应该特别多 表弟准备下去把这个扶瓶给削开 削开扶瓶的时候 看有没有鱼 挖上真的看到一条鱼 看到没有好像是条条大土连鱼 在台阶上面又发现了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 是个箱子好像 这个箱子表弟说 特别壮他一个人拿都拿不动 而且是金色的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他说特别臭 就在这个箱子里面传出来的味道 现在表弟使出吃来的力气 准备把这个箱子拖到岸面上 但是他一个人好像也无能为力啊 经过几番尝试啊 这个表弟也是把这个箱子没办法拿起来 叫了个帮手过来一起帮忙把这个箱子拿起来看一下 嗯 里面的大土连鱼 还有很多 咱们马上就把这个水抽干 把里面的大土连鱼抓起来 然后把箱子搬到岸边上 来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吧 呃 有人说 怎么看这个箱子打开 点头像看直播啊 点点红心 点点关注 点头像进来看 大叔中午的时候在这个沟里面发现条鱼啊 有100多斤重 但是没抓到 现在他回家带上这个网子啊 又过来来抓鱼了 现在就抓到一条 你看到没有 就这种鱼啊 可以长到一两百斤重 特别特别大 这条鱼应该都有好几十斤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 大叔说 这些鱼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呃 特别特别大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 他说 一会儿咱们就在这边 嗯 继续抓鱼吧 里面还有很多这么大的鱼 有人说 怎么看直播 右边白色小红心点亮 然后点上面那个圈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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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